當然要講這個酷款呢 我還要講它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它的優點就是 但是有優點呢 方也有缺點嘛 我自己是覺得像這樣子 它其實沒有那麼適合 Yo if me bro ck 家人兄弟 大家好我是維婷 好來今天要分享什麼呢 今天這個影片呢 是被你們啟發的 等我這句話很無聊的時候 你在幹嘛 在那個影片下面 那個留言地方在給我蓋大樓 哇真的是 我都嚇了一跳 那這個很多人蓋的留言大樓 它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那個影片穿的褲子 所以我就發現 好像蠻多人喜歡聽我聊褲子 還有我之前其他影片 我覺得在聊褲子的回想 也都特別的好 所以我就想說我來整理一下 就是我從穿搭到現在 那可能是這近三五年呢 我最常穿的褲款有哪一些 那我大概綜合起來之後 我覺得可以把它濃縮成三種褲款 OK 那我們不囉嗦 我們就直接開始 來第一種褲款呢 no doubt 就是你們留言蓋大樓的這一件 那我會稱呼它是什麼褲型呢 應該說一種款式吧 我覺得它是叫做 雙打折的錐型褲 OK打開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它是在前面有做雙打折 這個應該蠻明顯的 然後呢 它其實整個的褲型呢 就跟你看到我穿搭一樣 它是有稍微收下來呢 下面會稍微比較合一點 所以呢 它其實整條褲子呢 有錐型褲的感覺 那這一件呢 我在留言處也有回覆 它是 BINS PLUS的雙打折卡錫褲 對其實它已經是出非常久 它是BINS PLUS 我覺得是很熱賣的長青款啦 自從我認識BINS呢 其實我就一直知道 有這一件的存在了 那其實我在留言還有提的另外一條 雙打折卡錫褲呢 就是這一條 它就是JSJSJS HOMESTAID 其實就是我上個開箱影片呢 我介紹那個 我覺得我很推的那條褲子 那我覺得基本上這兩條的版型 幾乎是快要一模一樣 其實我有拿那個皮尺去量 然後它的尺寸啊 不管是腰啊大腿啊 然後連褲長 褲管都是差不多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它的細節 然後因為兩間在台灣都有門市嘛 你可以去穿看看 看哪一間它用的一些用料 或是五金或是布質的感覺 是你比較喜歡的 我覺得兩件都是很棒的單品啦 我覺得是非常實穿的 當然要講這個褲款呢 我還要講它特別的地方嘛 我覺得它的優點就是 因為其實它大腿座比較寬 然後下面是收窄的 這個狀態就不會讓你覺得說 這整條褲子都很狼 但是你在大腿穿的時候又很舒適 然後因為雙打折褲嘛 所以它其實比較容易會選一些 我覺得經典感比較重的布料 不會像是現在很機能性 然後可能很現代很未來感的布料 所以我覺得是蠻好做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搭配啦 但是有優點呢 同樣也有缺點嘛 我自己是覺得像這樣子 大腿比較寬的雙打折追行褲 它其實沒有那麼適合扎進去 我覺得扎進去它的比例呢 會有一點點小小怪怪的 因為你會覺得你的大腿特別的寬 然後縮下來 就看你個人喜不喜歡這樣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那麼適合 那再來另外一部分就是這兩條啊 其實它的褲長呢 都大概只有88、89公分 我覺得它的褲長呢 以我174公分來穿 它一定會是九分褲的樣子 你們可以從我的穿搭也看得出來 所以它一定會要露襪子 或是露一節腳踝 那這樣子的優點就是九分褲嘛 它會讓你整體看起來比較休閒一點 然後你可以露出襪子 那露出腳踝 都會看起來再更有造型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壞處就是 九分褲其實有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穿出看起來腿長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穿搭上的話 就要蠻看人的 就是看你喜不喜歡這種感覺啦 那我會怎麼穿這條褲子呢 我的穿法就會是 你看我上面穿的襯衫 或是穿T恤 我是不會紮進去的 然後因為我喜歡穿比較寬鬆一點的嘛 那上身寬鬆的話 其實衣長大部分的尺寸也不會做得太短 所以它就會蓋到你可能雙打折的一半 或者是再多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整體的比例跟分量感就蠻適合的 所以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問題的 它也是我在平常日子裡面呢 非常常穿的一條褲子 然後呢其實剛剛應該大家有發現 我拿出來的是三條褲子 還有一條是這個 這條呢是我之前在那個 一樣是夏天必備的那個有介紹過 這條是John Ray的泡泡沙的雙打折錐型褲 那這條其實比較特別的是怎麼樣呢 它其實是大腿沒有那麼寬的 那這一條就會比較接近 我們所謂的那種雙打折西裝褲 以前我們常看到人家講雙打折西裝褲的那種版型 然後它的褲長也比較長一點 比剛剛我拿的這個Beans Plus這兩條呢 會再長大概5到8公分 那其實對我的身高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會有幾乎全長的效果了 所以其實反而我覺得這個褲款 它是可以比較容易穿出腿長的效果 但是它整體呈現的風格感受 我覺得就是蠻不一樣的 就看你喜歡哪一種感覺 如果是比較合身一點的 我覺得它就會有比較像西裝褲的感覺 不過雙打折這個設計呢 都是會讓大腿稍微寬一點 比那種單折的 或甚至是沒有打折的褲子來講 其實你的大腿都會稍微寬一些 那這兩條呢就是大腿做得比較寬 然後呢褲長也比較短 會穿起來在我的身高 像九分褲的樣子的話 我覺得它就會是 再腹補一點的感覺 然後再休閒一點 當然如果你是比我矮一點的 你可能是168 我覺得你穿起來就有可能會幾乎全長 那我覺得它也會拿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就是我說的嘛 其實每個人的身形都會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穿起來效果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都蠻建議呢 去店鋪試穿看看的 OK 那我介紹褲款的用意呢 其實希望大家可以怎麼樣 去逛街的時候呢 你看一條褲子 它有雙大褶 它是不是整體有點追形的輪廓 你就會知道說 它的基礎設計的概念是這樣子 你就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像雙打折追形褲 就會是我特別會注意到的褲子 我就覺得蠻好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逛街 也可以特別看到這樣設計的時候 都視穿看看 對了 我今天介紹的三個褲型呢 我是沒有排名的 我就是按照 我想講的順序 這樣講下去 那我第一條 第一款 一定是要講這個的 大家在那裡蓋大了 蓋這麼久一點 我沒有認真介紹一下 這樣還得了對不對 OK 好 反正就是這一條 雙打折的追形褲 OK 收一下 好來 下一件 我最推薦 我會一穿再穿的褲款 是什麼呢 想到了嗎 猜到了嗎 我很常穿的 有常看我們穿搭的 可以想一下 想一下 來 是哪一條呢 就是這個 猜到了嗎 這是什麼 這是原色的單寧褲 也是原色的牛仔褲 哇 這個我們在我去年的那個影片也有介紹到 就是這條是Richael Dandy的 很多人在問 又要問 賣光了賣光了 不好意思 那個介紹就賣光了 那條那個時候已經在打折了 所以其實是很划算的 那這一條呢就是很清楚的原色單寧褲 然後呢 他有用赤耳布編 有赤耳布編 感覺就是特別的爽 我自己覺得 我也特別的喜歡 然後講到原色單寧褲 難道會講這麼無聊嗎 當然不是 來一樣又要講什麼 一樣又要講他的優缺點嗎 首先呢 我先講就是牛仔褲 現在其實真的比較少人在穿 我覺得就是因為 他穿起來舒適度是沒那麼舒服的 畢竟我們都知道牛仔褲 最一開始是工人在穿的 就是 採礦的工人 所以他布料呢 就是非常的挺啊 非常的耐磨 這是他一開始需要的實用性嘛 而且如果你現在選的又是復刻牛仔褲的話 就會更考究當時的細節 所以你會看到 復刻褲大部分他的布料的磅數都是蠻高的 所以其實他穿起來 我覺得就是沒有那麼舒適 那為什麼還是會喜歡牛仔褲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牛仔褲 他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他這個布料 你也可以說他是沙線的特性嘛 就是他染色完之後呢 這個要講到 這要講到很細啊 就要經緯的沙線 其實是會有不一樣的 然後呢 他就會出現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顏色的感覺 那你穿久會有色落 那也是獨一無二的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像這樣布料的質地啊 我覺得不是很容易被取代的啦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有一個 風格獨特性的存在 尤其是原色褲 原色褲其實是非常好搭配的 因為深色深藍色的樣子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 不管是歐美的look 他們都會穿在 比較城市一點的穿著 然後是穿偏深色的牛仔褲 我覺得他的搭配的方式呢 都是非常適合的 其實我是一個很喜歡穿原色褲的人 所以我穿到很有色落的時候 我反而會覺得 有點可惜 對 所以我就會再去買一條新的原色丹寧褲 基本上牛仔褲啊 尤其是這種很硬挺的啊 他的輪廓又是這種比較直筒的 比較original 感覺的 我覺得他就會有很美式的感覺 那其實日本人呢 也會把他穿出很amikaji的 就是日本的美式休閒風格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 大家蠻容易看到的一個顯學了啦 那我個人呢也是非常喜歡 這樣子的風格感受跟輪廓 所以我之後呢 也會每一個時期找一條我很喜歡 然後我覺得我會一直穿下去的褲子 像最近呢 就是這一條嘛 Ritual Dandy的這個直筒牛仔褲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穿 非常合身的牛仔褲 一部分就是因為 他比較硬挺 比較沒那麼舒服嘛 如果你沒有混一些 彈性纖維的話 你沒有去做 其他混帆 或是做出比較 現代方式的牛仔布的話 如果你是很純的這種復刻褲的話 基本上他一定會很硬 所以我覺得他穿稍微有一點點 直筒啊 稍微比Sleep Fit寬一點 我覺得都是蠻適合也蠻舒適的啦 那這個還是看個人喜好啦 所以反正我是非常推薦原色牛仔褲 那我這之中其實買過幾個牌子 從我應該是大學 就一直有在穿原色單寧褲 然後一路上 我應該穿了兩三條有 如果很久之前 有在看我們寫那個部落個文章的 我第一次還做過那個原色褲的脫漿 就是很陽春在家裡脫漿 那條褲子呢 就是Warehouse 就是日本的一個復刻褲的品牌啦 其實我個人也沒有研究太多 日本復刻褲的品牌 我只是當時買的地方呢 一套折扣 所以我就買下去了 然後尺寸是適合我的 然後第二條呢 其實他就有一點點 不是像我講的這樣子的輪廓 它是STERS的 然後那一條就是比較窄身的 然後在那個年代其實 就是這種很合身很窄身的樣子呢 其實是那個時候的主流啦 那一條其實我是在二手拍上面找到的 然後他比我習慣的尺寸大了一點 也就是大那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我的褲管比較合理一點 不然真的太悲的話 我其實也是穿不是很習慣的 對 不過那一條也是很棒的褲子 我也是從他很原色很那種綻藍色的樣子 然後穿穿到有很明顯的色落 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條了 對我比較有印象就是這一些原色牛仔褲 好對 對那褲克內踩褲還會有一個問題存在就是 大部分它的褲長 它的褲管都做到全長 就是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基本上你都要改褲管 有點麻煩 如果你又很在意 就比方說下面車縫的方式 是不是鎖链車有的沒的 真的是需要找很專門的人 對 所以像你看我這一條 我還是沒有去改 我就先用我自己卷褲管的方式 折了兩折上來 如果看不懂這是什麼折法的話 請去看維加做的那個卷褲管教學 好不好 其實它真的很長 不過我覺得這樣卷 它的份量也是蠻好看的 然後我現在穿著我覺得是很適合很OK的 所以我就維持這樣子 我就沒有去改褲長 我覺得非常OK 好 那這就是第二款 我很推薦的這種原色單寧褲 原色牛仔褲 OK 一樣折一下 放上面 好那講完兩個褲管之後 這邊跟大家複習一下 如果看過我做那個穿搭基礎思考 就知道 我把大家習慣的穿搭模式分成 實用派跟風格派 我可能對寬褲沒有什麼熟悉 我覺得第一件事呢 可以把握這個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去穿 才會知道說 寬褲怎麼穿 但是你會覺得好看的樣子